其實最近遊覽車連攝三個兒子 這兒子是那個 史馬庫斯街 然後後來又有一件 阿里山 阿里山 然後在高速公路又一台 一個禮拜三件 怎麼會這麼頻繁 就像開車大哥講的 遊覽車問題真的很大 這個造業真的很嚴重 我還記得三十年前 我在讀國小的時候 每次只要有消耗教學 我爸爸都會牽著我 只要我有消耗教學 他那天就不上班 牽著我跟我到學校門口去 他親自檢查 今天我兒子要坐的那個遊覽車 當時都是我記得 什麼台北市政府 都是公車 當時是小學的消耗教學 還是坐遊覽車 但我記得當時我印象中都是公車 什麼台北市政府那種公路 但是我爸都要親自來檢查 然後今天如果他檢查發現說 這車有點歪歪的喔 後來跟司機聊 他發現這個司機講話有點恍惚喔 那我今天就不用去消耗教學 他就把我帶回家 然後我哭啊 爸爸幹嘛這樣這樣 這我真的心中的陰影 大家還有印象 但是我強調就是說 那你現在也不讓你的小兒去啊 我說30年後的今天 我也做同樣的 台灣沒有任何的進步 現在我的小孩都是做 就是剛才陳大哥講那種 造業的那種遊覽車 其實我叫那種車叫棚車 為什麼叫棚車呢 那個美國西部牛仔那種有沒有 那棚的喀啦喀啦 後面在那個 就是你底下一個木造的馬子 上面就是兩三根那種 好像熬起來那種 露營帳篷那種棍子有沒有 然後上面的布蓋上去 西部那種棚車 對真的真的 其實國內這一些的車體製造廠 它的製造過程我也看過一次 就是類似這樣 那你兒子會抗議嗎 他抗議啊 但是到現在我老大已經小五了 老二小四 他總共去過幾次 零次啊 我真的 這我是很堅持 所以這是造業 這造成親子之間會有一些不愉快 但是我堅持 你從來沒有讓他去校外小學 一次都沒有零次 我去過一次 如果要坐遊覽車的話 因為都坐遊覽車嘛 那我只讓他去過兩次 那我強調這兩次 為什麼可以去 其中一次是他小二的時候 我自己載他去 車隊喔 十台遊覽車 加我一台私家車 我跟在後面 那小孩子其實很不爽啊 爸爸你神經病你幹什麼 然後老師醫藥你眼光 那個是怎樣 但這我想說真的事情 但那時候小二還OK嘛 小二他還不能走 現在小五當然會有點不愉快 但是我讓他去第二次是因為 他們有一次去科教館做捷運 那OK 但遊覽車因為我不能忍受說 因為我們只能在彈車 然後我每次廣播節目禮拜天 常常新聞紀錄就是遊覽車哪裡 又翻又死多少人 我明知遊覽車這麼危險 然後我還讓我小孩踏上去 踏上去就對了 小胖每天在搏命耶 那對啊我也是 阿彌陀佛啊 真的我不能讓我小孩說 那你的小孩可以坐公車嗎 公車OK的 因為公車不是這種雙層打造的 因為你本身又搖晃 然後呢你又是這種結構脆弱 然後通常不是去什麼山峽 去什麼什麼新竹什麼 都是比較要爬坡山路 我小孩就要去這種地方嘛 對不對 我沒有辦法拉門去 這個龐德剛剛講到說 遊覽車他小孩不讓他坐 我們再來看 其實很多遊覽車在國道 高速公路 不是山路耶 國道耶 是重心也是很不穩 來 我們來看 這是國道 這是高速公路 這是巧克車 有些小客人 他為什麼要這樣開 有有有有有有 浩子 飛陽車到又扭回來 對 他是換車道不夠乾脆是不是 沒有它重心轉移太快 要換又扭回來 它想要換 重心轉移也 重心轉移太快了 對 我們還有一機喔 那這是技術問題嗎 跟剛那個遊覽車翻得很類似 扭回去又扭回來 我們再來看第二支好不好 這是兩台車行李箱可 這怎麼回事 前面那台他A了一下 那為什麼他會扭成這樣 再看一次 這一台 你還在走 這不是 另外一換車就到了 他有踩煞車 你注意看 因為他差一點撞上前面那輛箱型車 所以他踩著煞車 那他車子又在側向的狀況 所以他踩著煞車 這車的慣性就一直往前帶 他就翻了 我們再看第二支 這是修理車 這兩部車互相頂了一下 所以這個是前面的車 還是後面的車的錯 而且白色這輛車裡面的人掉出來了 你有沒有看到他 他的人已經掉到馬路中央 被甩出來 對啊 後座的人甩出來 我們再看一下在哪裡 我們可不可以再看一下 對 你自己剛才掉出來 哎唷 真的耶 對 可是他怎麼掉出來啊 還好他沒怎麼樣 沒有綁安全帶 你怎麼知道他沒怎樣 他從哪邊掉出來啊 他從哪邊掉出來啊 車窗 車窗 可是車窗不是關著的嗎 破了 玻璃破了嘛 甚至有些時候他玻璃窗戶沒有搖起來 他人就彈出來了 基本上應該都有搖起來 玻璃窗戶沒有搖起來很少啦 破掉啦 破掉了 破掉但是一定會練出來 應該破掉了 他後面可能沒有用安全帶 那個是加在後面 那台車是因為那邊流的 也不是把他交過了 所以國道也很危險喔 對 我覺得國道是最危險的地方 因為很多人都是亂開車 邊講電話 邊按這個手機的 Facebook要上要打卡的 要做什麼的很多 而且有些在看電視的 車上還裝了數位電視的 而且其實我覺得 大家都不要一味的把 把這個大車的世界都講得那麼壞 其實他們沒有那麼壞 他們真的是 因為我個人 我從十幾歲開始開大大車 我們都會知道要怎麼樣去離讓 比如說在山路 我永遠看到你來 我這邊可以停 我就靠到邊邊 那我就會把燈關掉 讓你知道這是可以通過的 那不像有些人就傻傻的 開了很大的很亮的燈 一直照著你 你根本看不到路 其實我覺得大車司機 沒有大家想像那麼壞 誰說他們那麼壞 像我剛才講的啊 人都會說他是蠻臉的 他說美國的卡車司機好嗎 龐哥你這樣走 你覺得找一個路段 你覺得最危險 要給大家提醒 其實我也是覺得高速公路最危險 像剛才我們看的第二個畫面 其實看Discovery 其實有播過一個影片 就想說美國的警察在訓練 如果他們抓歹徒的時候 其中有一個動作 就是他們訓練他們的駕駛技術 比如說前面一個歹徒在跑 你後面警車在追嘛 那你要追他 那前面很會跑啊怎麼辦呢 他們要讓前面這個車停下來的方法 其中一個 我們有兩台車 就是後面這台車 從側面就頂 你要看到他的側面喔 然後呢趕快打左把他的尾巴往側向扭一下 前面這台車他就會變失控 所以該那台車他等於前面那台好像白色那台 他就是被後面這台就像警車要把它弄停一樣 等於是一模一樣的動作 一扭然後他就失控了沒辦法 因為後面那台不是警車所以他也跟著失控 沒有耶他這個他剛剛那個一失控可以失控到 有一個這樣 這是有可能啊 只是我說他 這樣直起來又就翻過去呢 我的意思是說那台車有 我意思說他有多冤枉 他只是好好在高速公司上開的車 他就被後面一台車 類似好像我講警察抓歹徒 一模一樣動作把他尾巴扭一下 害他做那麼大的變化人還掉出來 所以說高速公司我也不危險 而且一般人其實他是完全沒有預知的 為什麼叫意外 他完全在意料之外嘛 莫名其妙就是跑來的一個動作 所以他才會嚇到 所以我們在高速公路有時候 其實不是我們發生什麼狀況 是後面人就被人變成了 或者被追撞 而且大家的反應 絕大多數人的反應 有什麼問題絕對都是踩煞車 其實踩煞車有時候不是正確的 有時候不應該要踩煞車 可是那瞬間千輪之一秒 我們怎麼做判斷 大部分人都是會踩煞車 就像我們剛剛看的那個大遊覽車 為什麼他甩幾下翻了 就是因為他踩煞車 他不該踩的時候 應該要加油門 他沒有加油門 剛剛那個是應該要加油門 剛剛有一個比較小的貨車有沒有 他也是這樣子然後最後就變成這樣子 這樣子這樣往前 因為那是慣性 慣性一直把他往前帶 就是你不要去抵抗這個慣性 你要朝他的這個方向去 這個車子你才能夠控制得來 而且你不能踩煞車 其實有時候鬆油門跟踩煞車是一樣的意思 反正你要加油門你才能夠把這個車帶走 就像剛才唐德雄講到 為什麼那個跑達爾斯亞 或我們大家在講的這個甩尾這個比賽 其實他就是靠動力 在跟你的這個離心力 跟你這個慣性做一個抵抗 你的動力能夠大於你的這個慣性 或是你的這個離心力的話 你就能夠把車給帶走 那何鋒兄我再請教 因為我有些朋友就有的人要開跑車 他說跑車倒是說在台灣 就是高速公路比較會走 比較沒車的時候 他說很多年輕人開普通車都要給你駕車 對 有人要給你駕嗎 像你是賽車手 其實我平常說我開車很保守 我很小心的 我不會去跟人家駕車 不是 我是說你在開車 你是沒有開賽車在高速公路上 它是越野它是走那個極限地形 翻山越嶺 過跑沙漠的那種地形的off road 所以你應該常常要整擠吧 對 常常 沒錯啊 都會受傷 脊椎 脊椎你怎麼回頭 通常你如果把這個speel 拉緊的話其實是不會有這個問題的 跑這個賽車的話 它必須要讓上面的安全帶比較鬆一點 可是這個腰際是要完全跟這個椅子 拉得緊緊綁住的 你不能有空隙 你空隙越大你會越斑鼻的話 你的這個軸你的這個脊椎就會受傷 對 你把它黏住 然後靠車子的懸吊跟輪胎去做緩衝 對不起那這樣一場冠軍可以拿多少錢 沒有很多錢 不夠報名費 真的真的真的 報名費多少 衛國真光 如果像打卡的話 它是算人頭的 一個人頭可能就是2萬歐元 就正駕駛2萬歐 他也2萬歐 他也2萬歐 然後車子可能是4萬歐元 那獎金只有4千塊 所以你報名就 就幾乎10萬歐元了呢 10萬歐元現在就要超過40萬台票 4千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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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凡去的跡票 對還有維修隊啊 整個team他的 就像我講的維修隊他幫你帶東西的人 也都是要報名的 他也通通是點人頭算車輛的 通通照算 而且不含你們去的機票錢對不對 對對對 機票錢另外 對 那只有給大會的 而且油料錢他都是空運來的 因為沙漠裡面的油料都是用飛機載來的 一定就是一個drum 一個200公升的一個汽油桶 你們去沖沙漠的樂趣是什麼 嗯 起笑啊 呵呵呵呵 在為國爭光 真的辛苦 很恐怖耶 我有去新疆玩過那個沙漠的那個 標殺啦 標殺 我就跟他講我們是老弱婦孺 請你不要那個 那個 太過起笑 太過起笑 你知道他說喔好 對我待會再給你們看一個 可是他還是你知道嗎 他會 然後衝到那個最上面的 他要衝到最上面然後再說 這樣子把我們嚇死 然後我們沿途這樣 你知道又喊 然後呢又一堆沙 你只把沙漢看一沖沙 你就喊了一口沙 然後就喊不出來 是 來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因為有時候他要有那個關係 他衝上去的時候 他要過另外一個沙丘 他必須下坡的時候就開始衝 他才能夠上了兩邊